中文字幕——YK 你想说什么 虽然平时互相侮辱谩骂甚至殴打 我长了这么大的一个炮 你就别再取下我了 那我送一个礼物给你安慰你一下好不好 治口创的吗 上次送你的礼物你不喜欢 这次你一定喜欢 是什么 很珍贵的 像你这种铁公鸡 还能送别人什么很珍贵的礼物 这是什么 大家能看得到吗 是什么 大家的表情好恐怖啊 你离我近一点吗 你看 你看你送的礼物把大家吓得 一个什么器官 这是我们身体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是肾脏 是什么的肾脏啊 是人的肾脏 但是它是 但是这个肾脏的有个特点 是一个萎缩的肾 只有正常肾脏大小的一半左右 但是是真的人的肾脏吗 是的 这是一个萎缩的肾脏 对 是一个人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 但是它被切下来了 就是因为它萎缩了 实际上我送给你这个肾脏呢 就是想告诉你 如果你继续不在意自己的肾 继续挥霍你的肾的话 可能肾脏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到这个时候 就只能靠着机器存活了 宋秋菊今年59岁 患有尿毒症的他 每周都会在老伴的陪同下 来到北大医院接受透析治疗 我是87年11月份开始透析 到现在26年多了 在这26年里 患有尿毒症的宋秋菊 只能依靠透析机来维持他的生命 对于尿毒症患者 肾脏已经失去了 把毒素排出体外的功能 每周三次 每次三个小时的血液透析 是宋秋菊维持生命的唯一方法 这样的身心煎熬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刚才我们小片里面看到的情况 就是一个肾衰的一个 我们叫尿毒症 什么尿毒症呢 就是肾的这种排毒的功能 就完全丧失了 我们都知道肾是一个排毒的一个器官 就像一个清洗工厂一样 对 它是一个排污的一个器官 把我们的毒素通过肾脏 带到尿液里面去 如果说这个功能丧失了以后 我们的毒素就会堆积在你的身体里面 就会危害你的生命 这种病人是非常痛苦的 是 必须通过一个我们叫人工肾 这样的一个机器 我们叫血液透析 代替它的肾脏 来排除人体身上的所有的毒素 它需要靠机器 把它的血液每天洗一遍 抽出来洗干净 把有毒的分离出去 好的放回来再打回来 多么的痛苦 肾脏我听很多医生说 它是一个很沉默的器官 它非但到不行了 才会发出很大很严重的信号 在此之前 当它开始慢慢变坏的时候 是没有感觉的 说不定正在看电视的你 还有你 还有你 大家的肾脏可能正在面临挑战 我们今天要替所有的人挂一个专家号 我们要请出的是 北大医院泌尿外科的张千主任 掌声欢迎 三位好 三位好 这个也是吗 这个也是吗 一样的 这个大多了 这是正常大小的肾脏 这是萎缩的肾脏 这个就是正常大小的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萎缩的 每个人有两个 你看我只是拿了一块肾脏而已 不要看了 阿姨说谢谢月月 我不要看 所以今天这个内容要好好看 肾脏呢 就好像我们的一个排污工厂 通过形成尿液 那么把我们肌体内的 这种代谢的产物和毒素 排到体外 那如果一旦我们的肾出现了问题 我们这个清洗的作用减弱了 我们到底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到呢 还有很多人说 腰酸背疼 也是我的肾不好吧 腰在那儿 好像有一个特别随便的动作说 哎呀我最近腰不好 然后就这样 这是怀孕了以后 大家知道我们的肾长在哪儿吗 几乎 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说是腰上 这儿还是这儿 后边 后边 到底肾长在哪儿 我们在现场找两位观众 考一考他们 看看你们是不是知道 那一对好兄弟长在哪里呢 找找你们的肾在哪儿 你们觉得长在哪儿就贴哪儿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说了在背上嘛 我们就给了一个背面的图 在这儿 在这儿啊 在这儿 大家先来看一下 我们两位观众贴的 男孩贴的稍微低了一点 先别走啊 女孩贴的这个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都是非常对称的 然后呢就是贴着我们的这个脊柱两边 到底我们这个小伙子跟小姑娘 谁贴的比较准确呢 到底真正我们的肾长在哪里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 我们请张主任 给我们来贴一对正确的 好吧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我们的肾长是在 这个位置 所以看一下 一个贴到了那个叫骨盆里面 是不是 然后一个是贴的也是比较低 也是比较低 真正的位置没有那么低 是在比较上面 这个是一个不是那么直观的 一个示意图 那我们怎么来寻找 说我的肾长到底在哪 因为你的肚脐在哪 肚脐在这儿是吗 好 沿着这个肚脐往后 画一个横线 好转过来 然后呢 把你的手给我四指 往上四指 来 往上四指 好 这个位置就是肾脏的位置 这么高啊 对 那么如果说腰疼的话 一般的腰疼呢 是往下两个横指 来你的手 给我 往下两个横指 一般呢 是在这个位置腰疼 腰肌的这种老损 引起的疼痛 所以还是有区别的 是吗 轮主任 这个 这是 是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差不多 一般来讲呢 是 左边的高 右边的低 左高右低 原来这个肾的位置 在这么高的地方 平时我们说的腰疼 可不是这儿 交给大家一个 非常简单的办法 来判断 我自己的腰疼 到底是跟肾脏 有没有关系 我们有请 陈刚正好腰疼呢 你是不是用的太多了腰 我们外科大夫 都有腰疼 我也腰疼 为什么呢 我们老做手术啊 是是是 得腰弯腰 一直维持这个动作 一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 病人过来 大夫我腰疼 我是不是肾出问题了 我说一般没事 我们通常会告诉他 我腰比你腰还疼呢 是你腰疼 你的腰疼 我们还是让月月大夫 给你做一下诊断 来 好危险啊 沿着股脐 画一个横线 四指 对 她的肾脏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要做一个 轻轻的一个扣肌 敲一下 疼吗 不疼 来月月试试 我们在家里 可以做一些自我的检测 这个位置是吗 对 疼 疼吗 好功夫 她疼哎 她疼啊张主任 她的肾脏 她生不我了 看来月月对王成刚 还是有仇恨在里面 没有就是我希望能够帮她检查出来到底肾是不是很好 来过来 陈刚 咱来 我们把肚脐画过来一个横线 然后呢往上四指 这样的话呢正好是最下面那个肋骨这个位置 肾脏就在这儿 然后呢拿手掌轻轻的贴着背部 敲她 好舒服 好舒服啊 这一般都没事 这是属于腰肌老损 这个疼痛如果说加重了 那有可能呢是有肾脏的积水 比如说肾结实了 或者说肾余肾炎 泌尿系感染 那么还有一种腰疼 有一种疾病 就是肾癌有关系 肾脏呢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它没有痛觉神经 肿瘤长到七公分 长到十公分 病人没有感觉 不会觉得疼痛 但是如果说这个肿瘤 它已经侵犯到脊柱周围的这些神经的话 它就会引起腰疼 它是整个区域这种树带状的这种疼痛 而且呢自己敲的时候 并不会得到缓解 肾脏如果长了肿瘤 它还是不会疼 只是肾脏长了肿瘤以后 它压迫了周围的神经 引起周围的神经的疼 所以你的感觉是你整个后腰部都疼 如果肾脏部位疼痛 可以采用轻轻扣肌的方式进行自我检查 如果疼痛有所缓解 则表明是腰部肌肉疼痛 如果扣肌后疼痛加重 则有可能已经患有肾脊水 甚至是肾癌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才能远离肾病侵袭呢 来讨论一下生活当中 哪些不好的习惯 会造成我们的肾受损伤 我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 你所有的朋友都有问题 泪到得肾炎 大家一想到有炎症 就觉得是细菌感染 就觉得会是没有注意好个人卫生 但医生跟他说 你的这个肾炎是泪出来的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三位大医生 肾炎是泪出来的吗 劳累和肾炎之间 有必然的联系吗 通过网络和新闻 我们发现 有不少知名人士 都因为过度劳累 罹患肾炎 陶红在拍摄保姆电视剧时 由于过度劳累 患上了急性肾炎 医生嘱咐他 需要长期休息 张博之 在2004年拍摄无疾时 突然肚子剧痛 被诊断为急性肾炎 医生指出 病因是长期疲劳 抵抗力下降所 王小鸭 也是因为劳累过度 于2006年患上慢性肾炎 不得不暂停在央视的一切工作 回家休息 看完这个VCR呢 我们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确实劳累可能会导致肾炎 那我觉得下一个就是我了 太累了 跟你一起搭档太累了 你知道和肾炎和劳累 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劳累的时候 通常上厕所要少 很多劳累工作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憋尿 像我们这种职业的人 就特别容易形成一个 憋尿的一个习惯 为什么呢 上手舞台你不能上厕所 上了舞台你也不能上厕所 不怎么敢喝水 对 这个呢就代表了 我们充盈着的膀胱 像一般的年轻人来讲 长期的一些憋尿 引起尿路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一些中老年人 他的肾功能本来就很差 长期的憋尿 可能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尿液反流 航光沉不下了 然后顺着尿道又返回到了肾里 尿液回到了肾里 就会产生了肾积水 而这个肾积水 长期的刺激 长期的压迫这个肾 最终导致的就是肾功能的损伤 而且尿液当中有很多的毒素 如果是逆流回来的话 又继续去刺激我们的肾脏当中的一些细胞 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对 所以我们说劳累 引起肾脏损伤的第一个因素 就是憋尿 第一个因素是憋尿 那么第二个 很常见的一个因素 就是感染 全身性的感染 尤其是在我们抵抗力降低的时候 我们的呼吸道消化道 就有可能出现病毒的入侵 那么造成我们的消化道 呼吸道产生这种感染 甚至通过血液蔓延到全身 最终都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 甚至直接造成肾脏的损伤 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急性的肾小球肾炎 它跟这种病原菌感染 引起来的一个肾脏的免疫损伤有关系 劳累可以引起感染 那么这些病原菌呢 又可以进一步损伤我们的肾脏 第二个损伤的因素呢 就是细菌感染 对 劳累呢 引起来肾脏的损伤呢 还远远不止这些 对 还有一个因素 高血压 劳累以后 很容易引起高血压 那么长时间的血压的增高 就势必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损害 所以我们说劳累 那么导致肾脏损害的第三个因素 那就是高血压 那么可能大家有个疑问 要到底累到什么程度 才可能会出现上述这些问题呢 比如说是连续数天的感冒 经久不遇 比如说是眼瞼腹肿 腿肿 还有全身的酸痛 腰腿痛 还有尿液加深 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泌尿系统 如果是太累的话 就一定要休息 很多人说了 哎呀 放假了 休息了 好好犒劳自己 我去大吃一顿吧 告诉大家 吃错了 也会伤身 晚上来了我们批判的东西 每次我们批判的都往往都是我们很爱吃的 对 比如说流油的带腰子 你有听过那种以行补行 然后很多人去吃烧烤的时候 对 就吃什么补什么 我应该吃点猪脑子 言会正转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烤腰子的问题 吃这个对我们的肾 真的能够起到保健的效果吗 我们就实话实说 尤其是很多的男孩 你们吃烧烤爱吃这个吗 一举吧 还是挺诚恳的 好多人好多人愿意吃这个 真的管用吗 实际上呢 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刚才我们讲过了 肾是一个过滤器官 是专门来负责清除我们体内的毒素的 这个排毒的地方 它有可能就续集了很多 没有清除的一些毒性物件 结果有一些毒素附着在上面 对 因为你也不可能把它完全清除掉 你就吃掉了 所以肾里面 还有很多的毒素 为了验证卵医生的观点 我们到市场上随机购买了两块猪腰子 并把它们带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 为了进行对比 我们还购买了大家最常吃的猪瘦肉 看看猪腰子里的拱 牵 身等重金属含量 是不是比我们平常食用的肉类要高呢 检测人员分别对猪瘦肉 和猪腰子里的拱 牵 身进行对比检测 两个小时后 检测结果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验检测结果 我们分别检测了这个猪腰子和瘦肉的重金属 牵 骨 身三种含量 猪腰子的三种重金属含量都高于这个瘦肉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 猪腰子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 不宜经常使用 与此同时 我们也对猪瘦肉和猪腰子里的胆固醇含量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表明 100克猪瘦肉里的胆固醇含量为81毫克 而猪腰子里的胆固醇含量竟然高达351毫克 所以这也再次证明了猪腰子不是一种健康食物 如果你吃这种肾脏的话 有可能摄入更多的胆固醇 那肾脏里面的胆固醇 我们看到含量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对于肥胖的人 更应该注意不要吃这种油腻的东西 因为最终呢 都要产生一些含淡类的化合物 最终都要通过肾脏来排泄 所以说你吃多了 反倒增加了自己肾的负担了 应该说在这个肾脏里面 它的重金属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讲到重金属的话 有烤的那个虾 虾头里面也有一定量的重金属 那是因为虾的内脏在头上 那无形当中也是吃进去了很多的重金属 烧烤本身 那么这种烟熏火燎的东西 就可以使得食物当中 本明底的含量增加 本身你就吃进去了很多致癌物质 肾脏既然不能吃 那肝脏呢 因为以前小的时候 家人总说吃肝脏可以明目 明目对对对 但是大家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肝脏当中啊 同样还有很多的有毒物质 肝脏是一个解毒器官 它是大化工厂 废料都堆积在这里 肾脏是一个排毒器官 肝脏是一个解毒器官 而且呢我们知道 动物的肝脏啊 很容易被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所侵害 所以如果说我们吃到了那种 简易不太合格 甚至会得到寄生虫病啊 或者其他的这种感染 另外就是肝脏里面呢 它的主要成分是打骨唇 那么摄入肝脏还可以引起高打骨唇血症 这种鹅肝的话 那这里面脂肪的含量就绝对的是超级高了 对 我们大医生做过减肥的节目 鹅肝是什么 是鹅的脂肪肝 我觉得我们要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像这样的高胆固醇的 有重金属残留的 同时有毒素残留的一些内脏 一定要少吃 如果是吃肝脏的话 一天呢一次吃50克 一周呢也就是吃一到两次 这是最多了 大医生提示 经常食用动物内脏 会对我们的肾产生伤害 而长期摄入高盐食品 同样能损害我们的肾脏 除了各种看得见的高盐饮食外 您更应该注意那些看不见的隐形盐 桂香美金含盐2.4克 是绿叶蔬菜中含盐量最高的 芹菜美金含盐量是2克 红蒿美金含盐2克 普通火腿肠中的含盐量为10克 而我们人体每天所需的盐分仅为6克 如果过多食用这些食物 他们势必会成为肾脏的隐形杀手 那么还有哪些食物会损害我们的肾呢 酒都摆上来了 先说一个词啊 说你怎么那么爱走肾啊 你这个肾不好吧 喝酒的过程当中 好多人老跑厕所 就会有人说 你肾不好 是不是说明我们的肾真的有问题呢 走肾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 你比如说喝了啤酒 啤酒首先呢 它有大量的水 而且呢 酒精还有个利尿作用 喝完酒之后 喝尤其是啤酒 你去多上几次厕所 这很正常 跟走不走肾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加速酒精的代谢呢 这个倒是可以的 对 所以说走肾并不是一件坏事 首先一 它很正常 二 它可以加速酒精在我们这个体内的代谢 不会太醉 酒精可以伤害到我们的肾 多饮酒肯定会有问题 但好多人说了 我少来一点行不行呢 每天喝二十克小酒 很可能会保护我们的肾脏 而超过这个二十克的量之后 就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肾脏产生伤害了 李医生 什么意思啊 陈刚应该说的是二十克的酒精 应该是大概一两 一两 如果是啤酒的话 二十克酒精 啤酒应该是半瓶左右 你有准吗 你倒得出来一两白酒吗 你倒一下 二十克的酒精有研究表明 在某种程度上有保护肾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把这个二十克的酒精 换算成啤酒和白酒的话 我们看到啤酒大概就是半瓶 然后白酒的话就是一两左右 现在我们看到呢 我们从市面上随便买了几种药物 他们都写了相同的字眼 就是补肾 那么讲到了补肾护肾 我们还特别去药店进行了一番调查 保健药品真的能补肾壮阳吗 为此我们去药店做了一个调查 您好 我想问一下 老师有点腰酸被痛 那您是肾区 吃点那个不肾的 那这个肾的问题 跟那个房市有没有 是 是不是有点贴啊 有点 那是 你要房子可以快被称的话 或者最顺 拿那个人拿一个 你再把家人吃 我看看这个 这个肾跟那个 有直接关系 有关系 不是贱的 是直接关系 看来在这家药店里 大家都觉得强肾补肾 能提高幸福指数 随后我们来到了第二家药店 看看情况又是怎样 房子是跟肾有关系的吗 或者 都有这个 直接原因 都是 都是他引起的 在这些小药店里 工作人员都认为 肾与性生活有直接关系 所以给记者推荐了各种 壮阳补肾的药物 他们之间真的有关系吗 大医生又会给我们 怎样的答案 前段时间我在急诊 碰到这样一个病人 他当时的主宿 说的是腰痛 我就问他 腰痛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 有什么诱发原因没有 是不是外伤啊 或者是别的什么 他当时说出了一个理由 让我觉得蹊跷皆非 什么 他说的是 他这两天终于过度 想问我的是 他的这个房市过多 是不是导致了 他肾出了问题 我觉得这两者 应该没有绝对的关系 想到去增强你的肾脏的时候呢 就去买一些壮阳的药物 根深蒂固地认为 壮阳跟你的肾脏 是有密切关系的 就是性功能障碍 跟肾脏的功能有没有关系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对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性功能 跟我们的肾脏 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如果你的肾功能不好了 他全身的功能可能都不好 心脏的功能啊 他的这种体力啊 都差了 那么势必可能会影响 他的性功能 但是对一般人而言 性功能跟肾脏 是没有关系的 他的功能主要是排尿 帮助我们排毒的 那为什么很多人 想去买这些壮阳药 那么其实很多壮阳药里面 它加入了很多西药的成分 叫西蒂纳菲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种 改善性功能的一个 叫伪格的药物的一个 主要的成分 那么这个药物呢 主要是扩张血管 达到改善性功能的 一个作用 很多壮阳药里面 实际上是有这种 西蒂纳菲的成分 我们还听说 有一些所谓的壮阳药里面 增加了很多 熊激素的一个成分 大家都知道 这个熊性激素 你用了以后 确实暂时的 可能会提高你的性能力 但是它会带来一个 非常严重的危害 当你血液当中 熊激素的水平增高以后 它会给大脑中枢一个信号 激素水平已经够用了 它就会抑制 你自己的熊激素的产生 所以一旦你不用这个药物了 你自己的生产能力就不够了 反倒是 你自己的熊激素 被抑制了会降低 其实说白了 如果真的有壮阳作用 它可能也主要就是两种成分 一个就是熊性激素 熊性激素呢 可能主要是从大脑 从上面让你有欲望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 这个西蒂纳菲的 或者像韦哥这类的成分 那么它主要是让你帮助扩张 动脉的 胜功能显而易见 跟这个熊激素和西蒂纳菲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告诉大家 在药店 无论是买保健品 还是买非处方类的药物 一定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 因为我们说病从口入 很多药吃进来 也未必会起到您想要的效果 讲到吃药 大家都说是药三分毒 所以我们特别到 家家户户做了一个小调查 看看您家的小药箱里 是不是有所谓的伤肾药物呢 今天我们走进社区 来看看居民们在家中 都常备和自行服用哪些药物 会不会对我们的肾产生伤害呢 那这药吧 就等于说是 你看这一般的这个药吧 就是感冒的药 咳嗽感冒的 什么消毒地瓶啊 这每天都要吃的 然后的心脑心啊 这心血管 并且这些药 平常要感冒的的话 我们这就预为一点什么 这个白加黑啊 嗓子还是继续疼 我们就得吃西药了 吃西药我们就是吃这个 那个安抹心灵消炎 嗓子疼 痛了就赶紧吃它消炎 出去玩有腿疼 我必须要带的药 你看一个是西药 西药 这个西药是布洛芬 还是胶囊 这是治腿疼的 关节不好吗 我只要是头头脑肉 一般我都会背着一点 这边都知道 有哪个风物了 吃什么药 我们把受访者 经常服用的药物 拿了出来 让大医生看看 这些药物 会不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呢 家里面的必备的小药 阿莫西林 布洛芬 然后对 诺夫沙辛 我们都知道 可能当我们感冒发烧的时候 或者是身体有炎症的时候 或者是疼痛的时候 会选择这样的解热阵痛药 那么这样的药 在吃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伤肾 是因为我有听到过 这样的一个 一个真实的病例 是另外一位医生 在值班的时候 感觉到有点发烧 然后就吃了解热阵痛药 结果当天就出现了肾衰竭 是不是解热阵痛药 就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解热阵痛药呢 这个长时间的服用 就有可能带来一些肾脏的问题 其实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病例 可能病人身体里面 因为他本来就发烧了 可能出了好多汗 身体里面的水分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建议他吃这类的药物的时候 要多饮水 没错 血里面的水分多的时候 你的血药浓度相对来是低的 如果你本身 你又失水了 然后呢 你又不多喝水 那么你吃下解热阵痛药物 就可能诱发一个 急性的肾功能的衰竭 没错 看说明书上写着 《不良反应》里面有一条 过敏性肾炎 肾病综合征 及肾功能衰竭 所以对这一类的解热阵痛药 大家在吃的时候呢 一定要遵医主 其实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我们平时老百姓说的 消炎药是抗生素 你看说明书上 30%是通过肾脏排泄的 如果肾脏功能不好的话 那么你就要 听从医生的医主 减量 或者是改用其他的药物 不管是药物 也不管是食物 因为最终 它的排泄 绝大多数的代谢产物 是通过肾脏 过度劳累 食用动物内脏 过度饮酒 滥用药品 都会大大增加 罹患肾病的风险 肾脏是一个 没有痛觉神经的沉默器官 一旦感觉不适 往往为时已晚 其实养成排尿后 观察尿液的习惯 就可以防微镀剑 早期发现我们的肾脏 是否已经出现了问题 讲到尿液 跟色 香味 都看得到 真的大家不要笑 从尿液看健康 咱们先从颜色看好了 大家觉得什么颜色是正常的尿液 白色的 白色的 透明的 白色的 黄色的 黄色的 淡黄色的 我认为是白色的 因为白色的呀 它不是不上火 黄色的就是上火了 我们来问一下 张前主任 正常的 正常的尿液是无色透明或者是淡黄色的 有没有人生产 有没有人生产过这种比较深色的尿液 有啊 有啊 上火的时候呀 这个深色的尿液 是不是一定提示是有病或者是因为上火临起来了 这个倒也未必 比如说我们喝水少的时候 尿液浓缩了 出汗多 那排出来的尿的颜色呢 就偏深一些 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不是说尿液的颜色越浅越淡越好 觉得越浅越淡越透明我越健康 对 是不是觉得这种透明越透明越干净 是不是这种想法 尿液并不是说颜色越浅越淡就一定代表越健康 因为肾脏除了排泄以外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 过滤和重吸收的功能 像这些小的毒素和代谢产物呢 就过滤出来了 然后把体内对身体有好处的这些营养的物质 氨基酸 蛋白质 还有维生素呢 重新进入到了血液循环 我们身体里面这些重要的好的东西 并不会随着我们的尿液排到我们体外去 是的 因为肾脏它有一层叫滤过膜 就像这层筛子 它把重要的东西留在身体里面 这儿 是吧 就好的我们还是收回来的 不好的这些小米就直接顺着这个就排出去了 如果说肾脏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慢性肾功能不全 那么这个网兜呢 它的直径就发生了变化 滤过功能就受到障碍了 毒素也不能排出到体外了 它排出来的尿液呢 就很轻量 这些对人体有好处的营养物质 以及对人体有害的代谢产物也排不出来了 重新进入到血液循环了 所以说呢 无色的这种尿液 并不是完全代表就一定是很健康的尿液 肾脏是人体的排污工厂 将体内的毒素和代谢产物 通过尿液排出体 同时把蛋白质 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保留 重新吸收 肾功能不全时 肾脏过滤功能减弱 无法将毒素排出 因此会出现非常透明的尿液 透明的尿液不一定是健康的 有可能是慢性肾功能不全等疾病的表现 密尿外科大夫我们经常要建议 病人要多喝水 前提呢 是它的肾功能和心功能是正常的 为什么要多喝水呢 要以最快的速度 把体内的这些代谢的产物和毒素 能够排到体外 水喝得少的话 会不会对肾脏有不好的影响 肯定会 会得肾结石 因为我们是需要水分到我们的身体里 把一些毒素给过滤一下 如果你喝得少的话 那些毒素就会在肾里面 就开始去浓缩 然后结晶 然后最后变成结石 如果卡在什么位置会非常疼 所以一定要多喝水 每天应该喝到 1500毫升到2500毫升 换算成小瓶的矿泉水的话 四五瓶的样子吧 这个果然是养生达人 实际上我们台上站的这个五位 都是肾结石的高发人群 我们做过调查 外科医生 法官律师 还有像主持人也一样 就不能多喝水 不能上厕所 我听阮医生说 他有一次是15个小时在手术台上 我们最常的一个手术 我做了15小时 15小时当然我中间下来了一次 所以说15个小时你只能排尿一次 而且喝一次水 做很长时间的手术 除了这个水的喝得少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出汗出得多 有的时候真的遇到那种惊心动魄的手术 你真是全身湿透 急诊的时候通常我的诊室里面 会命运拉拉地围得全是人 而且病人来得都很急 你要上厕所的话你都不好意思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 外号可以叫骆驼 为什么呢 我一天可以不喝一杯水 骆驼 真的是 从早上一上班 一直到下班中间没有喝一口水 但是这个习惯还是要改一点 非常的不好 现在我现在开始多喝水 另外像肾结石 它还有一个发病的区域的特点 南方得结石的病人就要比北方多 为什么呢 南方热是吗 热出汗多 如果说你水喝得不及时补充水分的话 你尿液里边的这种代谢产物的浓度就高 就容易形成这种结石的结晶 一般结石出现的时候 就是疼痛的感觉 是一般有了结石就会有 还是说结石大到一定的程度 大到不一定 如果在肾雨里边待着很小的结石 你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树尿管很细 它的内径是0.3个毫米 那么你的这个结石卡在树尿管里边以后 树尿管它要筋卵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很强烈的这种绞痛 它如果说好好的在肾雨里边待着的话 你是没有感觉的 是不是可以长很多很多的结石 石头太大了 我们就要把它切下来 切下来以后看到呢 它的石头就占据了整个肾脏 我们叫柱形结石 就像一个柱铁一样 把整个肾脏都填满了 大家如果今天没有喝够 1500到2500毫升 记得要多喝水 还有哪些颜色的尿液会提示着我们 我们的肾脏可能开始不正常工作了呢 有请小故事 这两个看起来很透明 然后呢我基本上看不出来有什么颜色 这也有问题吗 我们来做个示范吧 好啊 我们模拟的是一个排尿的过程 这前列腺肯定没问题 像这一杯尿 大家看两个泡沫有什么不同啊 啊这个墨多 刚才是有一些泡沫 但是现在我看已经基本上散了 精酒不散的泡沫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出现肾炎的话呢 出现的蛋白尿的话 就是最早的表现 就是这种精酒不摔的 有细小泡沫的这种蛋白尿 第一杯尿的时候 我们在模拟排尿的过程当中 的确是也是形成了泡沫了 但是呢第二杯尿 大家看已经过去了好几分钟了 甚至说蛋白尿的话呢 它过几个小时 这个泡沫都不会消散掉 不会破掉的 第二个特点呢 它的泡沫非常小 非常细小 非常致密 所以这两个特点呢 是肾炎引起的蛋白尿的 非常重要的两个特点 通过两个烧杯 目前我们再来仔细观察 就可以发现 那一杯的泡沫基本上还在 而且非常的稳定 另外一杯自然的水流冲的 这种泡沫已经消散了 它就是跟肾炎相关的 蛋白尿的表现 为什么肾炎会造成蛋白尿 这个蛋白打哪来的呢 我们看到我们肾脏呢 就好像一个筛子一样 一个肾脏有70万个肾小球 就是我有70万个网兜就对了 我两边都有140万个网兜 如果说出现肾炎的话 导致了肾脏的这个网孔变大了 网孔变大了 刚才堵了是那种情况 刚才堵了是它的滤过功能出问题了 满肾摔的时候 那么肾炎的话呢 是这个网兜变得越来越大 对人体有好处的像这种蛋白质呢 就直接就进入到了尿液里边 就露出去了 就露出去了 就是因为我的网兜眼太大了 我要的好东西都装不了了 怎么办 就都顺着这个管子 给冲到尿里面了 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小颗粒 那么从直观上来讲呢 就是当你排尿的时候 冲马桶之前会看到 里边有很多这种细小的 像小肥皂泡一样的这种泡沫 那么就要警惕了 是不是得了肾炎了 正常排尿过程中 由于水流冲击会产生一些泡沫 但是泡沫较大很快消散 而蛋白尿的泡沫细小 长时间无法消散 当肾炎发生时 肾脏的过滤功能受到损害 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 也随着尿液一同排出体脉 形成蛋白尿 建议大家在生活中 观察自己的尿液 如果出现蛋白尿 有可能是肾炎的症状 应尽快就医 那么还有什么不正常的尿液 预示着健康隐患吗 所以我们摆上这样一个 高大上的人体模型 要做什么呢 陈刚 这个呢就是要让大家看一下 浑浊尿是什么样子 二十几岁的 二十多岁 说医生啊 你看我 我最近排尿完了以后 会出现这么一小段白色的尿 像这种情况呢 一般呢是叫前列腺的一种分泌物 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是正常的现象 那什么时候是不正常的 它有这样的浑浊 同时还扮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有发烧 或者说尿液的检查里边有白细胞 往往是叫浓尿 就出现了泌尿系的感染 或者像肾余肾盐 肾结合的时候 如果说排出来的尿是白色的 那说明呢 它的这种炎症是非常严重的 明白了 好 接第二杯尿了 接着 接着尿吧 大家认真看这个颜色 色 香 味 亮 我们看一下 这次尿上来的是红色的 番茄汁 好 来 我们大家来看 这个正常吗 这肯定不正常 对不对 所有沾红的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特别的紧急 因为我们在想 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发出了红色预警 是不是说明我要死了 这个血尿呢 主要是两大类 比如说像月月这样的 年轻女性 这一类血尿的话呢 它往往并不是有太大的问题 另外一类呢 就是50岁以上的这种中老年的 它出现的血尿 就有可能有问题 那么如何来辨别 这种颜色的血尿 这个问题大还是不大 有一个特别简单 特别基本的一个判断标准 是什么 两个字 有没有尿疼 有没有疼痛的感觉 是 那疼怎么样 不疼又怎么样呢 那如果说尿疼的话 往往是伴有一种 泌尿系的感染 如果说有尿疼的这种血尿 往往并不可怕 一般是年轻的女性 更加常见一些 所以这种疼的反倒是不可怕 没有尿疼的情况下 反而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尿疼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了 往往是一些中老年人 是泌尿系的肿瘤 肾癌 像肾瘤癌 或者是 收尿管肿瘤 膀胱癌 会出现这种 无痛的血尿 明白了 发生在年轻女孩身上的 尿的时候很疼的 同时呢 又是这种 红色的这个尿液的话 往往是跟 泌尿系统的感染有关的 这个要及时就医 并没有那么的恐怖 但是如果是发生在 50岁以上的 没有疼痛感的 这种血尿 不管是 三天两头出一次 还是这一段时间 一直有 到立刻去救医 因为很有可能 在肾周围 出现了肿瘤 才会给大家 这样的 红色预警 它肾脏是一个 比较隐匿的 就沉默的器官 我们如果说 发现得早的话 往往是 育后比较好 就是我们早期发现了 把这个肿瘤 给它摘掉 甚至可以把这个肾脏 保留下来 但是如果说 它两边的肾脏 都得肿瘤 而且呢 是发现得很晚了 才来的 我们就不得不把 两个肾脏 都要给它切除 我们要给它保命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病人面临的 就是将来要做 或者肾移植 或者透析的 这种治疗 应该说 生活质量就很差了 浑浊尿和伴随 疼痛的血尿 可能是 泌尿系统的感染 而无痛血尿 更应该引起 我们的警惕 它有可能是 肾脏与 泌尿系统的肿瘤 除了观察尿液之外 还有一些生活中的细节 提示我们肾脏 出现了问题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了 那么多特征之外 还有哪些特征 提示着我们 我们的肾脏 是不是开始 不正常工作了呢 马上要请出一组 非常特别 又非常可爱的嘉宾 掌声欢迎他们 大家掌声热烈就这样了 来来来 欢迎你 是猫人 小鸡小鸡小鸡 大家看看 我们这三位特殊的嘉宾 打扮成了熊猫人 在他们的身上 有一些特征 跟肾的损伤 是有关系的 把第一位熊猫人的 这个面具 摘下来 好吗 来 三二一 好的 来 请大家观察 脸上有什么特征 黑眼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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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您这个 您自己觉得吗 觉得 老有 那您觉得 您这黑眼圈 是熬出来的吗 不知道 就聚听我身边的人说吧 说是跟肾有关 也连眼暗 中医讲这个 肾经肾气要足 如果是肾气不足的话 新陈代谢不好 就会有一些血淤 出现在脸上 也就形成了这样的 黑眼圈了 在西角度的话呢 如果说出现 肾功能不好的话 它还是有一个特征的 它是整个面部的 这个皮肤啊 是晦暗 肾脏功能不好以后呢 它排泄这种代谢的产物的能力就下降了 所以血液里边呢 高浓度的这种代谢的产物存在 就是导致了这个皮肤 沉着 色素的沉着 阿姨这个眼睛的黑眼圈 包括手上的这个色素沉淀 咱们要稍微去做一个检查 来确保一下 它到底是跟肾有关 还是没有关系 郑刚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一位好不好 好 真够热的 阿姨 都出汗了 我们看看这一位观众 脸上有什么特征 可能会提示着我们跟肾有关呢 脸黄啊 头发是白的是不是 头发白是正常吧 脸上有一点点的 不肿 小声还特别肿 张主任 那我们的肿都跟肾有关系吗 实际上呢 肾炎的话 有一个比较早期的一种表现 就是眼瞼和脸的一个浮血 就是肾炎我刚才讲到了 就会形成蛋白尿 所以导致体内的这个血液里面的白蛋白 就降低了 那么水就从血管里边 跑到了周围的组织里边 脸部和眼瞼的这些组织呢 相对是比较疏松的 你平躺以后 它的水呢 就容易跑到眼睛周围或者脸上 因为水往低处走 你白天你是站立着 你走路的 脸上的这种 或者眼瞼的水肿呢 会稍微减轻一些 那就变成腿肿了 但是很有可能 小腿脚踝的那个部 可能会出现腹肿 把熊猫腹给它拖下来 对 给您看看 是不是真的肿 好不好 哦 是这样 慢一点 阿姨 我们看一看 阿姨其实呢 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检测 两个位置 一个位置呢 是脚踝的地方 对 脚踝是这个地方 很松软的 看看它有没有弹起来 稍微有一点 确实有凹陷 然后呢 第二个位置呢 就是颈骨的前方 就是小腿的内侧 中间 这个位置 的确是有一点 有一点 摁下去以后 这个坑 它不是很快地 就弹上来了 对 的确是有一些水肿 我们再来看一看 第三位 摘这个面具之前 我们就觉得 这个身材很傲人 我刚才摸了摸 我觉得这个 好像是我们的 这个道具服装的关系 所以这个肚子特别大 我看还是赶紧 把人家头套摘下来 好像好热的样子 好热 好 哇 那就把衣服也脱了吧 对 把那填充物拿出来吧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这是自己的 现在身上的 都是你自己的了 是吧 这是自己的 所以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位观众 身上有什么特征 可能跟肾的损伤 有关系呢 有举手的 小伙子 这肚子是不是太大了 是不是起码有 七八个月吧 的确是因为 它的身材 这种肥胖 不仅仅是加重了 肾脏的复合 同时呢 对于肾脏的本身 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肥胖 有可能会导致肾癌 就是肥胖的人 吃得比较多 甚至说是 暴饮暴食 酗酒 可能就是因为平常 对于这种饮食的 不健康不注意 就导致了 最后肾癌的发生 给病人做手术的 过程当中 我们要给它 切除肿瘤 要是碰上 第三位熊猫人 我们都害怕 为什么 为什么呢 肾脏周围啊 它有一层厚厚的脂肪 包着它 如果瘦 体型瘦的人 打开之后 很容易就看到了 只要稍微分离一下 这个肾脏呢 就跳到我们面前 我们就可以把 肿瘤给它切除了 我明白了 如果是它的话 打开之后 就要找啊找 找啊找 像这种暴饮暴食的 酗酒的这些病人的话呢 这个肾脏 它的负荷特别大 它甚至没有时间 把这些代谢的产物 快速地排到尿液里边 这些有毒的物质啊 直接就渗出到了 肾脏的表面了 发生了炎症的反应 所以我们在手术当中 像胖人 这个肾脏外边 像包了一层 非常非常坚硬的 像石头那么硬的 一层厚厚的盔甲 那个就是有毒的物质 渗透到了周围的脂肪 外科大夫就特别害怕 见到这样的病人 过度的肥胖 可以引起肥胖相关性肾炎 可以引起肾癌的发病理争动 那么作为心脏科医生呢 老生常谈一下 肚子里面的这些脂肪 是万恶之源 它是代谢综合症 高血压 高质血症和糖尿病的 一个发病的源头 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 通过饮食 通过运动 把这个腐形肥胖控制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